请你跟我这样过 聪明过生活 幸福多更多 欢迎收看 请你跟我这样过 今天我们要将这个肝的器官 很多这个迷思 坏习惯 帮大家稍微整合一下 来看重一下好不好 尤其很多上班族 有一些行为可能会 double伤肝 还得了 上一个就不得了 还double 先来看第一个就是 学食减肥 再加上第一支的饮食 第一支饮食算坏习惯吗 第一支饮食上坏习惯吗 第一支饮食上坏习惯吗 女生一定都会 而且现在有零脂的 一定都选择零脂 是不是 你的身材就是这样 维持出来的 对 还有喂奶 因为我觉得 女生都一定会减肥 之前不是有那种 什么蛋白质减肥法 也是就是你全部都是 没有脂肪 只靠蛋白质 然后或者是女生喜欢 就是用水果代替 蔬果来代替 肉类 然后尽量什么少油 然后什么少肉 质量就少脂肪 所以第一支饮食 对女生来讲 是很OK的吧 像有一阵子 我错误的减肥方式 就是那时候 完全不吃肉 然后不吃淀粉 对 就吃蔬菜跟水果 而且我还知道 要多吃蔬菜 大于水果 因为水果还有甜分 然后那时候已经造成 就是我皮肤变得 非常非常干燥 而且皮肤就甚至像 阿嬷的这种皮肤一样 会爆肤 对 而且会掉头发 对 那时候体重超轻 我之前也就是减肥 想说那就是 大家都说就吃苹果减肥嘛 以前流行过一阵子 对 非常流行 而且我个人觉得 真的还挺有效的 就是你白天起来 你就先吃一颗苹果 那你就吃苹果之外 我自己啦 也想说就是 要尽量让东西少一点点 所以要是吃饭啊 或什么肉啊 那些就是体积比较大的 那自然就会比较胖 所以这时候我通常就吃水果 然后跟吃一些零食 因为零食很有饱足感 因为你只要一吃之后 你瞬间就觉得 饱足了 得到救赎 得到救赎 就那个咸味也有 然后那个好吃的感觉也有 你要吃 我跟你讲不夸张 我就是这样吃喔 差不多两个月左右 就吃水果跟吃零食 对 就有点不健康这样 但我瘦了七公斤 就是但是有副作用啦 对 但是因为你看它瘦成这样子 但是它脸上有病态 但气色可能 对啊 但我真的觉得这真的有差 就是我觉得我整个身体变很差 是因为其实我以前就是 我平常是不怎么生病的人 但是到现在开始我发现 我只要一生病 就会很严重 就是会严重到说 我就要去掉点滴了 那佩杰呢 我觉得我以前试过的 减肥方法很多 然后我也有过六点不吃东西 然后任何淀粉的东西 我都不吃 可是我要留住 我身上要有蛋白质 因为才不会瘦到胸部 或者是不该瘦 就变得干干扁扁 因为我已经够矮了 然后我在这样就像小孩子 然后我会觉得 我这样工作下来 我很容易就是 头晕目眩 然后我会 很容易发呆放空 所以你也没有办法 有什么低脂的一个饮食 没办法 低脂我有过就是 我吃任何东西 我都是水煮的 然后水煮鸡胸肉 人家说鸡胸肉 减肥的好朋友 对 所以我就这样吃 可是吃久了 你会觉得那鸡胸肉很恶心 会觉得自己很像一样 你会觉得人生无趣 对 对 要不然就是菜就是草味 要不然就是肉的那个肉味 没有任何的调味料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不够拿好 这好像会厌食 那就是完了 有什么关系 你问到重点了 为什么这些行为 听起来好像也还好 对不对 吃水果马上来我帮忙 烧水肥 应该是最会的 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看一下 而且不只是伤肝 还要小心是 脂肪肝 脂肪肝要硬起了 是不是 都不吃东西了 还会有脂肪肝 减肥了 都第一次饮食了 还脂肪肝 这题如果再让我猜的话 我可能又猜错了 对 又来一件 先告诉大家 我们肝脏 是我们人体一个 非常营养的器官 我们的一些 跟脂肪有关的营养素 都在那边 所以脂肪性的维生素 AD、EK 都存在你的肝脏里面 当你开始结实之后 你的肝脏就要消耗这些东西 那你的营养就会不好 所以小可你开始 掉头发后 就表示你开始营养不良 但是你又第一次 脂肪又补进来之后 所以造成在医学上一个叫 尤其是你蛋白质摄取多少的话 脂肪是从哪里来 它脂肪会从 我们任何的 我们里面的营养素脂肪 它是有一个代谢的平衡 当你本身低脂进来之后 虽然你本身很低脂 可是你本身蛋白质不够的话 你会让你的其他的物质 会产生成三层肝油脂 我会堆积在脂肪上面 所以看到很多有一些 营养不良的人 它肚子有时候也会大大的 基本上非洲的小孩 非洲的小孩子是这样的 那肚子里面不是都是蛔虫的 不是啦 那是另外一个原因 所以基本上其实说 不要以为营养过剩 脂肪过都会脂肪肝 如果你营养不良的话 在我们医学上 也会造成营养不良性的脂肪肝 那基本上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所以要特别的注意 营养师补充一下 为什么 其实你看这边是有道理的 结实 减肥跟低脂饮食 为什么这两个挂在一起 因为通常你结实的时候 你就会很小心嘛 就想说我要减肥 我不要吃太多的东西 加上通常大家在意的 就是不要吃太油腻 当你没有吃到足够量的东西 又没有吃到适度的油脂的时候 人总是会有一个出口 就是你要有能量 他就会想要去补充那种 快速让你体力 有一个增加的一个情况 就是补充金质糖 这时候你就会想要吃一些 真的比较甜一点的东西 小体积 然后可以迅速的起来这样子 所以其实刚刚 我们那个姚姚讲的那个零食 其实有一部分 你可能也会有吃到 里面是很多金质糖的部分 所以你吃进来 你会觉得有体力 还可以撑得住 可是你就是很明显的 有可能是标准的脂肪肝的点心 因为你知道吗 很多瘦瘦的女生 她吃的不油 可是她就吃了很多的 金质糖的部分 因为她觉得这样 因为这样确实可以让你 短时间内都还可以维持清醒 清醒然后让你有能量 可是一下子 它血糖就会掉下来 所以你才会一直要补充零食 对所以其实这个低脂饮食 跟节食加起来的重量问题 就是你会偏向于吃金质糖 那金质糖在体内 它会转变成脂肪堆积在肝脏 所以就变成脂肪肝 而且有脂肪肝不见得像 你外表看起来好像鲜细 对 瘦瘦的 对 现在很多人都是年轻的女生 因为她们其实现在 之前就有一个 我记得有一个女生 她长期 都处在节食减肥状态 然后她自己的哲学是什么 就是说既然已经要吃很少的 那如果要吃的东西 就要吃自己喜欢的 所以她唯一的那一点点的热量来源 一定她喜欢的 偏偏她喜欢什么呢 就她可能是 比如她喜欢吃一些精致类的食物 比如说有时候她就想说 那今天这一餐 就来给她一个下午茶点心好了 反正今天只吃这一餐 不要吃多 至少要吃的那个甜点 然后我这一餐就是一个刹冰 或下一餐就是一个什么 蜜糖地址 就是她每天吃的量真的都不多 但是她遵循说 那一餐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东西 那这样她顺利呢 体重也降得很快 然后外表看起来很纤细 就公司员工去健康检查的时候 医生说你脂肪肝 他说我怎么可能 医生我这么瘦 而且我节食这么久了 医生就跟她说 你这种就是我们标准 我们认为是营养不良型的脂肪肝 他说你不要再胀下去了 因为你胀下去 虽然脂肪肝 人家都说减重就可以 可是如果维持不好 还是可能会变成脂肪肝炎 脂肪肝炎严重 还是可能会肝硬化 还是可能会干 所以还是有风险的 就跟她说一定要调整饮食 完蛋了 但是王医师 如果说以节食减肥 跟低脂饮食 两个对于脂肪肝 它可能都有一些影响性 对 那两个加在一起 照理来讲 它就是 也就是脂肪肝 那为什么会有double 就是它的伤害是 是更恐怖的吗 我们常说肝脏本身 具有修复能力 刚才有提到说 你本身在减肥当中 你就要消耗你里面的一些营养素 那你外面油脂又没有来 油脂本身也是一些营养素 所以基本上对 那你又产生不好的东西又堆积 这基本上是一种双重的 该好的东西产生不出来 它本身的库存被消掉 又产生不好的东西 造成本身肝脏的伤害 其实刚才书英讲得很好说 大家以前我们刚出道的时候 以为脂肪肝这个东西 对上你来说是个良性的 然后你可能减减肥就好 可是会发现说 其实脂肪肝真的在减肥当中 要消到脂肪肝 其实是非常难的 而且脂肪肝的人 它最后就会造成肝功能异常 你抽携就会发现 它肝功能有些指标 就是有所谓肝功能那种指数偏高 就有可能有最后的 会产生纤维化 后面也产生肝硬化 所以基本上其实脂肪肝 这问题应该是 现在国人当中 除了一些B型肝炎 新型肝炎以外 一个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那如果减重的过程当中 像是譬如说真的正在节食 然后也是低脂饮食 那要避免脂肪肝 有什么方法吗 有 其实有一个方法 因为脂肪肝会有三个元素 会形成脂肪 造成脂肪肝 第一个我们在讲就是金字糖 所以你相反过来想 你就是 你不要摄取太多的金字糖 那你是不是该吃的淀粉要吃足够 不要过量但是要吃足够 这样你才不会 因为足够的淀粉 你在体内转变成能量 你就不会想要去吃金字的糖了 对 比如说用地瓜来取代什么 像你该吃饭就要吃饭 该吃淀粉面的时候地瓜什么 你就是要吃正常的淀粉 然后第二个就是 会造成脂肪肝因素 就是过多的油脂 因为确实过多的酸酸肝 你会造成脂肪肝嘛 所以当你的油脂的来源 你要是OK的 就是好的 所以你可以选择一些 比如说橄榄油或坚果油 那也要适量 说实在的 我们在帮脂肪肝做一些 饮食调控的时候 油脂的量也要算进去 但是会先选择好的油为优先 第三个就是 大家比较常忽略的 但是发生在女生身上 就是水果 就是说很多的 太多的太甜的水果 我们也会转变成 酸酸肝油脂 堆积在我们的肝脏 变成脂肪肝 所以当我在问前面两项 比如说我们在问诊的时候 或是在做一样资讯 它也不吃太油的 它也不是太甜的 那我就会问说 那你水果一天吃多少量 通常都是我们建议量的 三到四倍以上 通常这种 然后它就是会有 通常都会有轻度脂肪肝 其实西瓜 或是我们在讲说什么 荔枝 芒果都很甜 但是我们就把它控制在量 减重的人可以吃多少 减重的人以女生来讲的话 就是两个拳头大 男生就是三个 对 一天 好酷 然后男生就是三个拳头大 拳头为什么不大一点 对啊 比如说我们都会建议说 你要吃中和性的水果 把它削在碗里面 女生就是两碗 然后男生就是三碗这样 你可以用这样来控制 就是如果说 你真的很喜欢吃比较甜的 像刚刚提到了 西瓜 芒果 凤梨 释迦 对 然后还有释迦的 然后荔枝 然后有榴莲 然后巨蜂 葡萄跟榴莲 榴莲是属于热量高 那这时候这个就要半碗 就变成一个拳头 变成要半个拳头 变成半碗这样 不是 那这些甜的水果 如果不是在睡前吃的话 白天就吃 那就算吃过两碗或三碗的话 过量还是会造成 体内酸酸肝要吃过 有时间消化还是一样 它还是会转变成糖 那就是量还是太大了是不是 对啊 好 来 接下来 Double 伤肝快习惯的 Part 2 好 第二种就是你熬夜 再加上通促运动 喂 越晚睡越好 就是你很享受自己独处的时候 尤其是你有工作回到家里面 所以我有一次就大概三四点来睡 但是早上想说 明天没有事情 好不容易有一天工作是没有 就是假日的 那想说那早点起床去游泳好了 但游完泳 在冲 领域间冲早的时候 光是那个蒸汽的那个气 就让我完全 而且头晕目眩 而且有压胸的感觉 压胸 慢慢的 对 就会觉得胸闷 就觉得胸闷 对 然后就觉得怎么呼吸不到空气 快昏倒了 对 那我单纯就会觉得是因为熬夜 然后睡眠不足 脑部有点小小缺氧 对 但它都还好 跟肝有什么关系 对 等一下 你讲完了 可是熬夜今天所有东西 但是熬夜的确会伤肝吧 熬夜就伤肝 如果应该是空腹 可是空腹运动 为什么会伤肝 如果熬夜又运动应该会伤肝 所以很奇怪 可是空腹就 对啊 空腹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之前 我是比它还要夸张一点点 因为老实说 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是已经习惯晚睡的人 你不会觉得说 我可能两三点睡觉 是熬夜 因为你就觉得我的作息就是这样子 就觉得说 那就是正常的睡眠时间 然后因为之前 我的皮肤状况比较差 然后我也是 就是已经习惯性晚 所以我想说 OK好 那既然我皮肤状况不好 那我就要去运动 然后去给它流汗 所以我就跑去健身房去 但我真的不觉得我熬夜 因为我通常是怎么样 你几点去 我跟你讲 我三点左右睡觉 但是我是差不多十一点 十二点 我才去健身房 我也睡了九个小时了 这算熬夜吗 不算啊 不算对不对 对 但是因为通常我去的时候 我没有习惯 就是早上起来 没有习惯吃东西 我也想说 那尽量不吃 我就没有吃东西 然后我就在那边运动 然后我运动是属于那种 就是因为很坚持 就是说我一定要运动满两个小时 就是我这个坐坐 那个坐坐 就是坐了很久 然后坐完之后 那当然就要去泡澡 那从前想说 那泡澡我要把汗冰出来 这样皮肤才会变好 就到那很热的 那个大浴池里面 就这样子躺在里面 我也是在里面待了超久 后面想说好 差不多了 我就要去冲水了这样 结果一冲水 我真的 我最后只记得 我在那边看的那个黏蓬头 就是眼前一阵黑的 我要去抓它的时候 那小时候的一些画面 就一直跑出来对不对 人生走马灯 然后来毕业年底的办法 原本才很好的 跟你讲 你没有办法想到那个走马灯 你就看到那个 你就整个就昏倒了 好可怕 没有意思 完全没意思 这很恐怖 但是你说这个 这跟肝很关系 体力不好嘛 对啊 对不对 晕眩 贫血嘛 低血压 低血糖嘛 肝还是想不出来 对 想不出来 跟肝没有关系 只能靠你了 能想出连贯性吗 我觉得是非工作之外 我真的是不熬夜的 然后我都是早上六点就起来 然后晚上九点就睡 可是因为 你是古代人 真的 我是其实很养生的 但是因为现在在八点档里面 我最近就是又是 就是又颠倒了 然后我又是拍拍拍拍拍 像我前天三点 到现在还没有睡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想说看起来 只要让观众觉得没异状就好 结果我今天就是去节目的时候 然后欣美姐就说 佩浅你的眼睛 揉揉 我说揉揉是什么 她说 浊浊 她说 那因为我也不太知道说 我除了熬夜之外 有什么伤肝的事情 因为我现在也没在减肥了 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不晓得是 是吃东西还干嘛 我就试着说 要让自己精神好 所以我们 就是拍戏的工作人 跟演员都会想说 那我们要想办法去运动 所以我有时候熬夜完之后 我就想说 既然现在是下午好了 下午的时间我就觉得 太阳出来虽然我没睡 我还是想说去运动 刺激一下那个脑内飞 然后就是持续这样子之后 我看起来精神其实就是 一下子的会有变好 可是很快就累了 而且那个累是 没有持续力 那你还是没睡啊 对 而且是会变得 你走到哪里 其实是会秒睡的那一种 因为你现在是意志力在撑嘛 对 好 我们来看要小心的就是 肝发炎 肝发炎 我来说什么 肝发炎可能就是 这个 我那个 营养师是不是比如说像是什么 BOTGPT GOTGPT会过高 对 比如说什么B肝C肝育发炎的一种 对 或者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脂肪肝 其实也会造成肝发炎 肝发炎 那我先解释那个熬夜 熬夜伤肝 熬夜其实啊 以再吃的方面来讲的话 你会发现 只要熬夜就逃不了要吃东西 这件事情 因为呢 就饿啊 除非用意志力去控制 一直喝水的对不对 但是你十次熬夜里面可能五次可以控制得了 可是另外五次可能就会没有办法 就会受不了 因为晚上其实会有个问题就是 我们的 饥饿素也会分泌得比较旺盛 就是你太晚睡的时候 你就会一直分泌很旺盛 所以他就会 饿翻了 就一直想要叫你去吃东西 饥饿素 我们有饥饿素 那他叫你去吃东西的时候 他叫你吃的那个东西 身体的反应又需要你吃比较高油 高糖的东西 才会满 好讨厌喔 对 所以晚上就会有这两个问题 跑出来 而且明明晚上十点想说 管他洗完澡了 先刷牙我就不会吃宵夜 对 刷完了之后 你只要一闻到什么 什么味道 我跟你讲 白刷了 你已经算了 所以十点以后 应该禁止电视广告食物 真的 真的 而且你不会想要去吃什么生菜 或是什么蘋果 这些都是想要去吃一点带油脂 带油炸的啦 对 或是什么卤味之类的 所以其实熬夜在 已经在吃又吃东西的话 其实我刚刚提到 高油高糖的东西出来之后 就会演变成脂肪肝的一个比例 就会增加 所以我们有一些男生 他是在那种熬夜应酬的时候 他前面也都是空腹 也没有在吃什么东西 然后就去喝酒 然后在晚上的时候 喝酒回家是不是又会想要吃东西 所以他就是空腹喝酒 酒精也是造成脂肪肝的一个来源 酒精会变成脂肪 脂肪会堆积在肝脏 所以就变成脂肪肝 另外他刚刚如果说 回去之后又吃宵夜 宵夜里面的高油高糖 也会转变成脂肪肝 又变成肝发炎 所以其实熬夜是一种 就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一种对食物的欲望 所以尽量我们会建议就是说 你晚餐跟所谓的睡眠时间 尽量在就是四个小时内 比如说你八点晚餐吃完 你大概十二点之前最好就睡觉 如果你没有睡的话 其实就很容易再饿 对 因为八点吃完 其实你十点就消化完毕 那十点到十二点中间 还可以用一点抑制力去撑一下 那还可以 对 但是过十二点之后 大家又撑不了 补充一下 其实我们刚才有提到肝脏 是我们身体一个很重要的器官 它是要休息的 它晚上十一点到一点 是走胆筋 一点到三点走肝筋 这时候如果你不睡觉的话 你肝脏没办法 制造那些东西的话 它本身没有要储存好多东西 让你用啊 你不让它休息 不让它制造好的 你还熬夜 就是你就不对了 不对之后你又去吃一些怪东西 当然更加重它的负担 这时候如果说你又长起来 又去空腹去运动 我们知道运动 基本上我们肌肉是要用到肝糖 那肝糖的话 它能够去做一些运动 那肝糖的产生要在肝脏 你不让它好好休息产生肝脏 你又早上又叫它 要把其中的肝糖又拿出来 那你这时候 是这样子 又体力又透支 你就低血糖 又低血压 你当然崩就晕倒了 对啊 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它 是不是喔 不要再害它 是肝糖的关系 对 基本上 所以你的空腹的定义是在早上起床 没有进食的情况下 而不是说 例如我中餐吃了 但是晚餐六点还没吃 我五点去运动 不是这个意思吧 没关系吧 基本上这样其实也算是空腹 也算 但是你们知道很多老年家有个特色 他刚四点钟起床 那五点钟可以去运动啊 对 那五点钟到七点钟 他可以买个早餐回来再吃 那表示说他已经习惯 这样的生活形态 他身体的生活经验 那个规律他可以调整好 那这样其实算是OK的 最怕就是说像你们这些艺人 有时候忽然间临时想到说 熬夜完可能隔天还有什么事情 想说可能没办法睡觉 就说空腹去做个运动 想说当自己身体舒畅一下 那就会发生一些状况 忽然之间 对 运动是有技巧的 其实运动最担心 是像他们这几款的 就是说有些人把运动当作是一种 觉得很健康 俗最选你知道吗 对 就是说呢 他平常吃东西呢 吃得很不健康 生活习惯很不健康 工作压力很大 常常要熬夜工作加班 于是他认为 这个时候我应该运动 因为运动可以帮我健康加分 错 因为对于这种已经过劳的 你在熬夜的 你已经没有办法正常饮食 你最好的健康处方是 睡觉 跟舒压 可是他居然舍不得去睡觉 他就跑去运动 之前就有一个人上 他是那种科技业的 然后工程师 那他们很迷信 就是运动对自己身体是好的 所以他在连续加班了 已经三天之后 然后想说这几天都加班 都没有时间运动 应该来去给他运动一下 所以就跑去运动 结果一运动就不得了了 就开始觉得 怎么这一次运动之后 身体没有变好 觉得好累 怎么累得要命 然后第二天起来说 这次运动之后是感冒了吗 就不是 就去给医生看 医生说你不是感冒 你好像是 急性肝炎发作 后来他才知道 对 原来是他其实呢 从来没有去做过那种肝的 相关的血液检查 他并不知道自己有C肝 所以呢他可能 你看你已经是这个C肝的病患 然后你又连续的熬夜 再像你完全空腹 很累的状况去运动 把所有的不利因素都加注在身上 所以整个就变成急性肝发炎 幸好那个时候医生 还又急性紧急发现 没有他像 有些人很惨 之前有人是觉得还好 我应该就是感冒了 开始又去买成药栏 那就完蛋了 那又再加一个不利因素就爆炸了 对 所以当你如果很累的状态之下 你要做的是休息 休息不要去运动 反而运动反而对身体不好的 对 所以就是因为一再地加重肝脏的负担 那他的肝发炎就是这样引起的 对 那其实基本上 我们在运动当中 我们会产生很多的一些 那这些毒素基本上 会用肝脏跟肾脏去代谢掉 那你本身 他又没休息 又没产生好的东西 然后又要制造肝糖给你去运动 你又产生很多的一些废物 跟自由基要代谢 你说这样一二三四地加重他 他整个人不用发炎来告诉你 因为你要知道你那个 尤其现在男生流行就是那种激励 因为看女生在里面跳舞 有没有在外面就 本来拿十磅 现在就要拿三十磅 拿五十磅在那边拿 对不对 那些其实在你的肌肉 都是造成微受伤状态 所以你等于说 你在强迫你自己身体受伤 那你肝脏都要去处理这些受伤的 受损的受伤的东西 所有的伤害都往这边走 所以你看怎么可能不出事 就是 好 那如果真的非得要熬夜 然后还是使命要去空腹运动 还要啊 还懂啊 讲到这里来啊 还要这样 没办法吧 这样还是伤肝 我今天要还是 今天要常态是真的不要熬夜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熬夜的话 晚餐这一餐确实要吃 我觉得可以吃饱足一点 就是避免你真的是 太空腹了 对 空腹 不能晚上吃得太少了 就不然你该吃的淀粉 山药 地瓜这些都要吃足够 可以用点根筋类的 因为它确实比较有饱足感 那另外呢 你可以提前吃一点护肝的食材 像有一些咖喱粉的啦 或者是黑芝麻的 黑芝麻护肝 对 芝麻素 它其实都是有护肝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从食材里面去摄取到 对 然后另外呢 如果说像王医师他刚刚提到 如果早上也要爬起来运动的话 其实空腹运动啊 我们其实不太鼓励空腹运动 因为各个年龄层 都曾经出现过一些问题 那血糖太低昏倒 其实是大家比较常看到 尤其是轻壮 就壮年喔 壮年就是那种就是四十几岁那一种 反而不是老人家 因为老人家他会都先喝一杯牛奶或豆浆 他才出门 对 所以其实早上空腹之前啊 要运动之前 应该可以吃一点简单的 所以像一般的 像你可以吃一颗苹果 或是一条香蕉 或是一碗 刚刚提到一碗的水果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运动前 然后先补充一点血糖 让它比较有一个饱足感 之后运动完之后 你就可以吃正常的 那个所谓的早餐的部分 所以你就可以吃 淀粉加蛋白质系列的 比如说你要吃简单的饭团 或是三明治 三明治里面有加蛋 那蛋饼的话 它就是有淀粉跟蛋 然后你可以再补一杯豆浆 所以你可以做一个 淀粉跟蛋白质的搭配这样 而且其实啊 你要修护肝啊 大家都会觉得说 我们要吃点B群啊什么 但是蛋白质很重要 因为肝脏需要新鲜的蛋白质 新鲜的蛋白质 它才可以去修复 你提到的肝 如果是前一碗的蛋白质就不要了 对 就所谓新鲜是怎样 就是不要油炸的 或是过度封调的蛋白质 比如说像鸡肉 如果它是一般的尖的鸡肉 或是水煮的鸡肉 它就算是新鲜的蛋白质 但是如果它变成炸鸡排 那它就不是新鲜的蛋白质 所以牛排什么也不好 就是说如果是一般的牛排 我们还是比较偏向于是 新鲜的蛋白质 只是说它的脂肪比较没有那么好 会造成脂肪感这样 好 那接下来还有 Double 伤肝 它还有油 第三种坏习惯 就是经常身体觉得很累 但是你又喝咖啡来提神 这个比比皆是 真的 没有 好喝 就是提神就咖啡来 这样的习惯应该很 这应该是国民印尽的意义 是像什么 提振经济景气面 对 是不是 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子的艺人 就是我们是老艺人 知生 前辈啦 前辈艺人 而且还没有过气 知生有过气 对 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 不是我们经常看到 说这位是老艺人知生 不要再讲过气老艺人 像我跟他演戏的时候 我们两个在演戏的时候 可能他的精神就比我们好很多 但是我们老一辈的 就会有那种那种 不服输 就会喝一杯饮料就跟他拼了 拼完之后还拼出他 再喝一杯饮料 一个晚上可以喝到十几杯 很好拍 我真的不骗你 我那时候在拍戏的时候 我蛮拼劲耶 你 我跟你讲 那你为什么不去瞇一下呢 不能瞇再对戏 怎么瞇 再对戏 你很少拍戏喔 不拍戏 他太过一早就吓到 他又老了 他不是老了 所以喝这有饮料喔 因为我知道那个弄下去 我觉得我一定会倒 没有办法 尤其是八点打 你问他看看 对不对 佩杰这么年轻 都快撑不住了 何况是 何况是 对不对 而且我又觉得 常常会拿咖啡来消水肿 然后回去的时候 你要回去拍的时候 还是会喝咖啡 因为你就是为了提升 可是我想问医生 那我们吃那个B群 到底有没有 就是会不会降低对他的伤害 竟然避免不了熬夜 跟喝咖啡的话 B群那么能护肝的意思 就对了吗 对不对 但是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两个因素加总起来 它造成肝的什么问题 好 我们来看 肝不能异常 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喔 对啊 范围论据很大 对啊 白眼也是异常啊 对 白眼也是异常啊 他不开心也是异常 肝抽筋也是异常啊 肝会抽筋喔 肝不会抽筋吗 肝不会抽筋喔 肝没有神经 所以不会抽筋 红哥 言多必识 真的啊 光是这个肝功能异常 就变成有很多的想象空间 反而也是要值得注意的 对不对 肝功异常其实是一个 大象的讲法 对啊 但是其实你知道这一题叫做 身体疲劳 加上喝咖啡 Double的伤害嘛 那其实刚刚 那个红哥跟佩姐 都有讲到一件事就是 为什么会造成身体疲劳 为什么要喝咖啡 因为它前面一定是有一个 很长时间的工具 对啊 对 或者是说你前面有个 很长时间的压力 对 对 所以你压力来的时候 你工作来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保持精神 当然 所以你的肾上腺素 其实都会分泌得很旺盛 当你在分泌肾上腺素的时候 就是你体内的维生素B群 维生素C 都必须要来参与 这时候你就需要 用掉这些东西 然后呢 等到你今天要休息了 然后你又要喝一杯咖啡 这时候呢 喝咖啡会怎么样 除了刚刚佩姐讲到 利尿之外 它还会把B群 维生素C 都赶快把它排 很快就排出去 所以你当你身体已经在消耗 你又不补充 你又赶快又把它排掉 那你是不是体内 就会呈现一个 就是B群缺乏的一个症状 刚刚吃那个 然后对你刚刚提到 就是一个很好的点 吃B群啊 因为很多人就会有一个 就是会有一些傻傻的 就是说 我来喝咖啡提神 顺便也来吃一颗B群 那B群加咖啡 都是在同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发生的 其实你知道咖啡利尿 它会把B群摆出去 你又再补 其实你就在浪费钱就对了 咖啡吃完了之后 力尿完之后再来吃B群 其实你应该是咖啡完之后 隔大概一个小时 到两个小时之后 再补充B群 这样子才是有帮助 所以说今天最智慧的 就是这个是阿姨 可以吃香蜜 有包承扬的 梦中的 梦中的 我如果戒掉咖啡 我直接吃B群会有效吗 太慢 其实我们还是以新鲜食材为主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 急救的话 像一天一颗综合的维生素 其实是多多少少 是有提振精神的功能 不过如果你都没有去解决 前面的原因 比如说你都一直熬夜 一直消耗 那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那你就没有办法解决后面 你就变成一颗 要依赖成两颗的 一颗会觉得说 一颗好像不够了 不是要吃到两颗 要吃到三颗了 多吃也没关系 其实如果你吃到这些 当然多吃不好 因为为什么会造成肝功异常 因为你吃了太多的保健食品 你这些东西也要经过 肝脏代谢 对啊 所以你会造成肝脏 又再一次的疲劳 又再一次的工作 再一次的伤害 所以这个你们不觉得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吗 对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才会造成肝功能异常 但是可是我觉得 就有时候喝咖啡 未必是你很累 你是已经习惯了 对 我就是喜欢咖啡的味道 对 我就是喜欢咖啡的味道 对 觉得咖啡很好喝 那平常这样喝 就是我没有到很累 我只是平常想喝的时候 我就随手可能喝一杯两杯 你这样子量吃多少 就一天两杯 就是有时候就想喝 我就会买什么咖啡牛奶 我就是喜欢咖啡的那个味道 对 这样平常这样喝 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我本来还蛮想赞美咬咬一下 结果后来发现 他讲个咖啡牛奶 对啊 是吗 讲了一个 因为我喜欢咖啡 我味道 咖啡的话不要加点味乳 通常如果你的牛奶 是一般的牛奶倒还好 但是如果你只是喜欢咖啡的味道 你通常应该都是 比较偏奶精的这一种 挑喝的咖啡 那奶精就是 那拿铁是OK 但是目前 如果要针对喝咖啡护肝这件事 其实有一些文献有指出说 黑咖啡是可以的 因为黑咖啡里面有绿原酸 它如果适度的话 它是具有一点点 对肝脏是有好处的 一点点 一点点好处 因为你知道它是有利有弊 它等于是 就是如果你过了 过量的话 那就是造成B群流失就变伤肝 但是如果你适度一到两杯 我们通常就是说 咖啡因300毫克以下 大概平均 每次咖啡要一到两杯左右 那这个部分的话 对肝脏来讲 是有一点点好处 所以平常喝一点咖啡是很烦的 对 我给大家一个观念 如果说你已经身体疲累了 你要休息一个 差不多两三个小时 那你应该休息两三个小时 对不对 这时候你没办法休息 你用你的咖啡来提升 对 让你这两三个小时 撑着就去工作 对 那其实这样后面 你不是休息两三个小时 你要休息到五六个小时 对 因为我常常说 你欠上帝的 一定要还 那这个还是循环律系 挺贵的 那你后面要五六个小时 那时候能不能休息 你又不能休息 你又两罐又咖啡又下去 这时候你后面要变成 要变十几个小时休息 一直补一直补 我理解了这个 所以你等一下天中 已经要三四个小时 你后面变成 等你三罐下 就要变十几个小时 那你又没有十几个小时 你后面要变成要一整天 那这样一整个下来 打电动打一打 可能打一整个晚上 然后不睡觉 然后隔天睡一整天 我老婆不打电动 然后起来之后 还是觉得没有精神 是啊 所以我们熬夜都知道 以前年轻的时候 或许熬夜一天 补一天补都回来 像参与人这种年纪 可能我们补三天都补回来 我要补一拜 有可能一辈子睡下去 就起不来 我都那么悲观 所以就告诉大家说 我们肝脏它是会老化的 也就是你这样摧残它 它需要很多的时间来恢复 所以它基本上 其实这样告诉你 肝脏的异常 只告诉你是个警讯 所以一般人生活做起正常 然后你说那些B群 那些中文维团兵 基本上其实它还是有用的 只是说这个用有可能 你缺的是 总的下来 你可能缺的是100 你可能中文维团兵下去 B群下去可能只补充了五六而已 那基本上还是被你那个咖啡因 被你继续在熬夜给抵消掉了 那王阿医生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我听过说 吃止痛药吃多了也会伤肝 因为代谢不掉嘛 可是我就是有时候可能 精起来的时候 会需要吃到止痛药的颗素 最多有一天有三颗这样子 然后我就在想说 这个是不是也会让我的肝造成负担 但是我会一直狂喝水 希望可以代谢掉 但其实你一直跑到厕所 可是你也不晓得那些东西 到底有没有被代谢掉 还是累积着 来给大家一个观念 止痛药我们分作两类 一般就是所谓的 类固醇是一类 一个是非类固醇的抗发炎的药物 那非类固醇的抗发炎药物 一般我们其实是非常常见 那它又分作几大类 阿斯匹林是其中一类 现在比较少用 那另外一个就属于 就是乙烯胆分的一类 再过来就其他的那一类 那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说 其实这止痛药当中 乙烯胆分的话 它本身是经由肝脏代谢 它的伤品名基本上 大家满常见的 就是我们一般所谓 常见的500毫克的那种普拿疼 那这种东西本身的话 一般以我们医学的地方 如果说你一次吃了 10颗以上的话 会造成肝的脂性重点 一次就对了 但是如果一般人 一颗500毫克 你一天差不多吃4颗的话 每隔6小时吃一次的话 基本上你的身体代谢是有办法的 那另外一类的止痛药的话 可能像什么肺炎的那一类的话 它吃多话会造成肾脏的一些问题 所以基本上吃止痛药 我们都跟病人讲 如果你一天吃3颗4颗 连续超过3天的话 你就开始要注意 要去找医生说 找到你头痛的原因 而不是一直这样 自行服用这些止痛药 那其实在国外 有很多人因为 那种止痛药 吃太多的话 造成肝的问题 甚至去洗肝的话 其实基本上蛮常见的 洗肝 有人在洗肝 就是当你肝脏 就是说像肾脏一样 已经没有办法代谢那种产物的话 基本上我们可以用洗肝 把这肝脏 尤其是那种猛暴性肝炎的病人 那前面几天的话 基本上要用这种方式 让它度过那个危险期 那一样 是我们真的要来 找一个解决之道 对 经常身体比例 我觉得对现代的人 有些上班族 一定会 无可避免 真的 对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吃 才能够恢复我们这个 身体的机能 对 其实我们在吞一些保健食品之前 我们还是吃一点 新鲜的食物比较重要 对 其实还是要吃一点 绿色的跟黄色的蔬菜水果 比如说像绿色我们台湾地瓜叶 或菠菜 花椰菜 线菜 这个其实都是护肝的 对 因为其实护肝的两个营养素 一个是刚刚提到的蛋白质 一个就是维生素B群 那B群大部分在蔬菜里面 都是存在于比较偏绿色的蔬菜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阵子 真的比较疲劳的话 你相对的绿色蔬菜的量 可能要提高 一般我们建议一天一晚 那如果你觉得比较疲劳 又熬夜的话 我们会建议一天要达到 两碗的绿色蔬菜 那第三碗就是你自己看 你要吃哪方面的蔬菜这样 所以我们绿色会提高 另外就是咖啡 我觉得咖啡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喝的话 其实你应该是 还是建议就是黑咖啡 那如果你不要喝三合一或二合一的 其实那个反而是伤肝 因为你知道三合一就是里面的奶精 也会转变成脂肪 变成脂肪肝的一个负担 另外如果是二合一的咖啡 里面一定是什么 没有奶精它一定会很多的糖 所以一样会转变成 我们刚刚讲的三酸肝油脂过高 或酵成肝脏的负担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这个 double酸肝喝酒在这里了 对 还有下酒菜 是烧烤 不得了 怎么烧烤 还有牛肉你看看 对 超厉害 下酒肝油脂肪 我跟你讲 对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我们家真的是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离我们家最近的就是两摊 一家就是那个咸酥鸡 有的时候咸酥鸡没有开 你就去这个烧烤摊 但是就觉得既然都已经出来了 那一定要买一个够粉才会去 我们两个就曾经 一个礼拜吃三次吧 然后大概 宵夜加晚餐 然后比较晚一点 然后大概都有吃到两个人 大概吃到八百多 九百块 两个人这样点点到八百多 所以如果这两个因素加起来呢 到底我们的肝会出现什么状况 来 来看看 最后仔细看呢 我觉得这是蛮严重的 真的吗 要小心 多重癌症 这已经不是肝的问题了 好重的 整个身体都出现危机了 对 这也好好解释一下王医师 伤肝跟癌症 我们常说烧烤的东西 它的油脂一滴下去 啪一声那个特别的香味 对 那叫多环荒香炭氢化合物 这种东西基本上是一个致癌物质 所以当你闻到那个方向的味道 它就在告诉你 等你吃到体内的话 它会产生很多细胞的病变 就会产生癌化 那致癌物喔 对 那汤烤汤 那一滴下去 那个味道前我们特别还靠近 在这边讲 可以稍微一点 自杀的行为 慢性自杀的行为 那刚刚我们就提到说 喝酒会怎么样 酒精性的脂肪肝 也是烧肝 酒精又会让你的胃黏膜受影响 让你吸收这些毒素的更快一点 那我们都知道酒精本身就是在胃 就可以吸收掉 胃黏膜保护减少 血管又扩张 这些毒素有很快入侵 久而久之 你一定会就得癌症 那如果只是碳酸饮料不是酒精 对 碳酸饮料也会有 但基本上它没有那么伤 但是还是会有影响 那除了烧肝以外 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食物 吃里也是大波伤肝 其实有一些下酒菜 比如说像乳胃类 有些 或是有些烧肝类的 对 有些什么小肠 或是什么 通常不是都会有什么鸡蒸 猪肝 对 对 中心 这种一定是弊点的 那这个都是内脏类的 内脏类其实本身它就带有 中心肤的含量就比较高 加上如果你又变烧烤的 那刚刚讲的多盘方向化物 其实就造成癌症的一个发生 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的比较偏向于是 真的是 就是亚硝酸盐加太多 就是发射的东西 像那种香肠 火腿 小热狗 培根 这种东西 那这种亚硝酸盐的这种东西 会在体内怎么变成亚硝胺 会造成不只是胃癌 跟肝癌也是有相关 所以它才会写多重癌症 那另外呢 如果你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有些人他会配一些饮品 那有可能会是 但是有些人可能 你去烧烤店大概可以有一些 乳酸饮料啦 什么壁丝那个 这个不行喔 那如果你的乳酸饮料 或是说有一些海鲜类 比如说你去会有一些什么 烤秋刀鱼 烤鱿鱼 如果你又在搭上 你前面吃的烤香肠啊 那种培根 那个不是会卷什么青菜 这个啊 对啊 这种小番茄 这个啊 没错这种的 对啊 如果你这个又跟所谓的 这也就骗人的 这亚硝酸盐膏 你又跟所谓一些胺内大栽 你刚刚讲到的那个 乳酸饮料 或是刚刚提到的秋刀鱼啦 刚烤鱿鱼这些 搭起来其实亚硝酸的一个成分 会增加 所以就会造成 其实胃癌是一个发生的 一个风险是很大的 然后另外第二个癌症 就是所谓的肝癌的部分 所以其实你在吃这些东西啊 有一个解决办法啦 因为你总不能没有去聚餐 或没有朋友或是 对对对 或是想要看到这就想要转台 就先不要转台 其实你可以吃 维生素C高的水果去搭 就是说你真的去吃这些了 你在餐后你可以吃一点 巴勒小番茄啦 这种比较维生素C高的 去稍微做一个解毒 但是重点还是 真的频率不要太高 因为你频率太高的话 你解也解不了 就是肝脏一直有一个负担 肠胃一直有负担这样子 那我想到一个配酒的 像什么 我很爱 但是我也很怕伤肝 所以后来都没有再吃 什么 花生 花生 对不对 也很容易伤肝吧 当然你怕有黄麒毒素 他是不是储存不良的情况之下 容易有黄麒毒素 那如果真的爱吃是带咳的 会比没有咳的来得好 还是煮过的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煮过就没那个好吃的味道 都脆脆要吃脆脆的 他很自动口感 煮过的软掉 本身是耐热的 耐热 耐高温 没有用 耐高温的 哇塞 之前有一个人他年轻 他才三十岁不到四十岁 然后在营建工地当工头 那当工头有时候就要跟大家拨乱 所以他就天天大概都跟大家喝酒 然后吃小菜还喝酒 有一天就觉得说 肚子不是很舒服 结果去检查的时候 他已经是非常严重的肝硬化合并 还有多重发生的肝癌 我跟你讲 他没多久大概覆水就大很多了 大概从发现到最后死掉只有半年 很快 非常的快 因为老实说有些体质的人 它是不会弄这样 你有跟人家说 人家的工头一世人吃也没大事 对不对 因为体质就是这样 原住民的阿嬷 薄粉又吃酒 多多多多个月 对啊 又吃便宜 吃了八十几个月 现在太多那种就是便当店 送的饮料都是 对 而且它那个 我说一加上去 有的时候你叫一个那种烧辣饭 然后里面有香肠什么的 那个一吃进去就完了 那个是乳酸饮料 真的要小心 因为尽量不要这样打 是尽量如果说真的搭 后面维生素C可以做一点减 他就吃点小饭吃 打辣这样 不过当然刚刚营养师有说到的 他所造成的一些癌症 比如说肝癌 胃癌 那王医师除了这两个癌症 喝酒加烧烤 它还有可能其他什么样的病 那我知道一根烟燃烧的物质 里面有四千种 对身体的伤害大概有四百种 那一烧烤一只鸡腿 大概等于几根烟 你们猜一下 六百根 没有那么多 等于六十根烟 所以吃一只鸡腿的话 就等于抽了三包烟 烤鸡腿啊 对 烤鸡腿 那这个小小的肉串 可能就起码也有两毛了 一包半啊 对 差不多一包或一包半 这样子喔 所以告诉说 刚才有提到说 其实食物里面产生 那种所谓的亚硝化的话 它造成硝化道的癌症 包括从胃癌 小肠 大肠 肝脏 那如果是这种多环的方向的 探心化的话 它可能造成女性的什么 乳癌 或是卵巢癌都可能发生 所以基本上听到说 这一烧烤的东西真的 一个月吃一吃已经算了 一个月顶多啦 OK啦 一个礼拜试一吃 真的是太多了 你刚刚说的那个名称 那样的多环什么东西 多环 荒香探心化合物 对 这个化合物 这个化合物是 它滴到人的木炭 然后出来还是说 它本身这个里面就有 它油脂里面本身是OK的 它滴到那个油脂 它本身这样子 揮发起来之后 它那个东西 OK 可是你就不用起来 你闻起来香香的味道 它会沾在食物上面啊 对 它烟会起来 就像之前那个 某个韩国进口的拉面 就被验出来为什么有 就是因为当他们经过 这个油脂类的东西 经过高温的处理之后 就有可能产生这样的物质 所以包括以前 甚至连什么东西 你知道柴鱼啊 它也是那种 那个柴鱼之后 高温去熏去干嘛 柴鱼里面有时候 也会发现这种所谓 多环方香青类的 对 所以你不要想说 远远的 没闻到 还是会在那上面 对 只是多寡而已 所以偶尔吃 烧烤的实在好像 要尽量把它避免 腌制烧烤的 就是如果再配个什么 烤菜 我来一个月一次 腌制的东西 也是一样会伤害 也是对肠胃 那个消化道的癌症 也都会有影响 好 那如果护肝的话 那刚刚说 维他命C的可以补充 另外还有一些什么 可以多加 其实还是可以搭配一些 辛香料啊 就是说像我们日式烧烤 不通常也会有一些 像生菜 沙拉鲜 也没有洋葱的 这种呢 你倒是可以点 或是它有一些 那种凉拌洋葱 洋葱啊 青葱啊 大蒜 这些辛香料的部分都可以 另外呢 建议还是可以点一个 无糖的鹿茶 那至少还有带一点 抗氧化的成分 吃维生素C高的水果 是具有保护的功能 所以你一定要选择 维生素C高的水果 一定要无糖的 那你说的 对 我很爱吃 那你说这些辛香料 它煮熟的 也是一样有保护功能 尽量如果是生的话 它当然保护功能 会比较大一点 比较好 对 难怪香草要配大蒜 对啊 对 没错 好啦 所以这个甘呢 它竟然是一个沉默的器官 但如果平常 我们没有好好爱护它 我跟你讲 它也就不理你了 真的 然后它真的在召唤你的时候 我看你的日子也不远 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重视一下 我们这个 这部分的健康 对 真的要小心甘 谢谢大家分享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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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